各位观众朋友好 回到股东全潮的现场 我是曾伟 来关心11点钟的盘面焦点 台股在昨天整体亚洲股市里面是最弱的 但是今天反而是最强的吗 在今天早盘这10点钟之前 其实是万绿从中一点红 但是没有想到10点半之后 包括了233里的台积电出现了卖单做调节 拖累了加权指数 目前是在平盘之下震荡 但是来看到今天台积电虽然弱 但是相关的概念股却是非常的强劲 3680的加登做EUV光照 和今天股价持续的创高 目前涨幅是逼近了6个百分点 今天最高看到的是184.5块钱的价位 5347的世界先进 今天股价也是开低走高 目前涨幅超过了2个百分点 也带动了贵买指数 在昨天一度跌破季线之后 今天出现了反弹 而且是要来挑战月线的反压 不过来看到今天台积电虽然是走弱 但是2317的鸿海 股价反而是开低走高的表现 另外包括了2454的联发科 今天同样也是一个开高的表现 带动了台股 在今天是来力拼守住 11500点的关卡价位 但是今天盘面上最热的指标族群 应该就是被动元件股了 被动元件族群 最近利多是一波接着一波 之前是包括了MLCC 现在传出是整个大补货的状况 再来包括了电感 最新其实是电阻也要来喊涨了 带动了被动元件族群 今天的成交比重 占大盘成交比重超过了一成 电阻传出要涨价 所以大亿今天股价亮灯功涨停 另外包括了国具 华兴科 信昌电等等 今天在目前都是持续 有买单做点火的 另外来看到的是 记忆体族群也是动起来了 2337的望虹 现在可以看到 多比的大单敲进股价向上 另外还有2408的南亚科 也是传出Dram的价格止跌了 所以今天力拼翻身 另外miniLED概念股 今天再度的走强 主要是郭明奇 他点名说苹果在明年 要来发展几款miniLED相关的产品 带动2448的京电 还有宏家军旗下的融创 今天的涨幅都是超过了两个百分点 排名上怎么观察呢 为您电话连线 请教的是分析师何金城 何老师好 周围好 全国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何老师 我们昨天呢 在连线的时候 昨天台股好弱 但是你说 其实有两个观察的指标 一定要守住 一个是台积电 一个就是联发科 就是要来看 月线这个位置呢 能不能守住 联发科非常的争气 今天股价呢 月线占回去了 是不是有12月的行情 已经是成功一半了呢 基本上是这样子 他这样的话 这样 这样悄悄板 这样换的话 这样的指数呢 其实大家都希望说 跌破月线就到G线 这很正常 从均线的角度 是这样没有错 那但是今天的一个位置 我就讲说 那个盘面上来讲 前面还有个缺口的位置 是在400 就是1111 11月11号 那里是不是11409 对不对 那个有个 不用拉很远 很近很近很近 很近就黑黑的 收在最低的那个位置 那我们的月线 是在11200 所以400就应该有撑了 那撑的时候 关键的价位 就是第一个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要开 这个供应链论坛嘛 所以 曾伟昨天台积电 最高点是不是308 对 刚好碰到月线 对 没站上去 好 那没站上去 我不行 那怎么办 联华哥你来 昨天联华哥跌破了 今天换联华哥来守住 是不是这样 联华哥是守住 联华哥其实昨天来 是把缺口给补了 他原来那有个 跳空缺口是在412 他昨天最低点 来到412 刚好 那一个缺口在哪里 就是11月22号的时候 这个图都可以放很大 放两个礼拜就可以 不用放这么长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是这样 那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就立鼓在那边 轮来轮去 轮得很精彩啦 精彩以后变成地基体 昨天精彩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 加高 加高涨上去了 对 那加高涨上去了以后 强者很强 强的还是强嘛 就是这样 那被动元件 这一次是谁带 就是从国具 哇呀 国具怎么这么厉害啊 哎呀 没看就已经冲成这样子啦 那外资不是说 他会到380吗 是 哎呦 竟在咫尺 对不对 突然今天就发动了 那国具占不占权重 占 有没有人气 有 那就好了嘛 所以基本的架构来讲 你就看这些族群 在这里表演 所以就变成在个股表现 好 何老师 但是你说 其实接下来是强者 恒强的一个走势 强者我们来看到 台积电呢 虽然他在月线下震荡 但是呢 他礼拜四 要举行供应链论坛 带动的呢 3680的加登 股价是一路的向上 创高 再创高 今天呢 还是 那个创高来到 184.5块钱的价位 好 礼拜四的论坛之前 他都会这样子一路涨吗 那论坛之后 他还会续涨吗 还是要小心拉回 那资金接下来 会去找其他的标的吗 我们不用去想他啦 他一直在创高 你就抱着就好 你干嘛 每次拆那高点在哪里 那如果加登 你拆那高点 原来从三十几块 涨到六十 你早就卖啦 还不会等到一百多啦 这是这个位置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加登他最重要 我刚刚跟这个 曾伟在讲的时候 说加登为什么这么长 他叫做寡赞 就是台译叫 寡赞嘛 寡赞 用国语讲叫寡赞 那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 供应链也寡赞 然后又有什么缺货 缺货不是TWS 又缺到旺旺嘛 所以说现在去 圣诞节要买那个 真无线蓝牙耳机 好像圣诞节以后 才能拿得到 对不对 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 来找一找 就像我在找 找加高的状况一样 找一找 有没有还没有涨的 而且具备两个题材 第一个 台积链供应链里面 大家都很清楚 那是设备股 对 设备股 那还有另外一个 台积电 它带动的是一个 晶片的变小 所以它会带动 晶元测试 其实有一家公司 其实之前 这几天大家都说 核论你去抽签了吗 那我就 我现在就不讲核论 我讲另外一档股 要刚挂牌 叫银威 6515 你看它股价是几块 500多块 这个是做什么 做晶元测试的 就是智据 就是那个 那个错 然后 晶元测试 它就有两个 一个叫做探针卡 一个叫做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 金测 金测就这样 那我把它 很简单讲一下 银威几块 银威500多块 有没有比加登贵 有 对不对 那银威它两个 两个主要的功能在哪里 两个 应该叫营业换围 叫什么 一个叫探针 一个叫sake sake就是字句 就是座嘛 就是那一个 一个IC的座 这座就放在底下 那个座 那它都已经500多块 那我们台股 有一档股票 跟它做 这个营业范围 一模一样 叫中探针 中探针就是 我看一下 就6217 等一下我来讲一下 你就知道 我们所有今年测试 就很简单 用探针 用一支针 就要去测 所以你就知道说 在台湾要做 今年测试的探针 叫做中探针 你要用名字 不是就知道了吗 好 那另外一个 它又有个功能 是做什么 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叫TWS 那个充电 有没有 无线 那个充电 座里面是用探针 探针 用探针在底下感应的 所以那 它也要用探针 那还有我们 Gogoro 我们今天不是 有个新闻说 Gogoro做好忘衣 有没有 Gogoro卖得很好 Gogoro那个充电 那个电池 插进去 那个也要探针 那你知道吗 它功能多多 好 那我们把它 基本面稍微讲一下 中探针 它基本上来讲 顾名思义 就是它主力的产品 就是探针 所以你要用 晶圆测试的探针 辉它莫属 就是这样 那基本上来讲 它是TWS 将晶圆测试的受费股 然后它第三季的获利 是0.73 0.73 年增97% 季增92% 够吧 那另外一个 它的客户 我就练一次客户 给你听 你就是 就要竖起大拇指了 它的客户 第一 小苹果 就是苹果 第二个 微软 第三个 华为 第四个电动车一定要用到 Tesla 第四个 Freebit被病了 被Google病了 就是变Google 然后台积电 连电 Google 都是 所以它基本上来讲 具备的是什么 具备 的概念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技术线图 技术线图 请就看一下 它就在这里整理 它就整理压缩在这个地方 它压缩在这个地方 你看它的获利 今年的业绩是这样 未来你要注意的是尹威 尹威哪一天 如果挂牌 因为它现在新贵 不是请你去追尹威 6515 这新贵肯定要赶快 给你讲一下 你不是去追尹威 未来尹威如果500 600 700 然后跟他做一样的东西 叫中探针 那他股价好便宜 叫38 那这个时候 大家会不会去想到 这样的概念 就像今天很简单一件事情 当你看到2327的 国际在往上冲的时候 你就想 那个奇力心 然后就讲2492 然后就像今天一样 2478 一涨停以后 就把所有被动元件 加加户户 大大小小 全部拉起来 就变成是这样 就像昨天一样 加高拉涨停以后 哇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一个 这个 十英元件都涨了 所以十英元件都涨的时候 三二二一 像这三二二一 来到这里 三二二一在平盘下 这也是可以去注意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 中探针 中探针具备有 台积电的概念 又具备苹果的概念 又具备Tesla的概念 又具备华为的概念 那这样的股票 因为毕竟大家 对它比较不熟悉 那但是位阶还算蛮低 大家可以稍微 稍微去留意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